自国以来 自如其人 殷人贵书一直存在 严真卿的记质文稿 争作为贴虽不美观 但因其正直而受到历代文人默克的称赞 现在仍然是台北故宫宝藏 岳飞不是专业的书法家 但他不屈不挠的成就和性格 让人看到他的草书时感到震惊 而瞬间则充满热情 反之亦然 蔡静精通书法 却祸国殃民 人们也批评他的字缺乏骨气 表现出阿谀奉承 他被鄙视 工作被故意忽视 此外 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人 民国时期 书法在百家争名再次繁荣 凯 行 草 转力全面复兴 世间末 中国书法杂志曾选定20世纪十大书法家 这份名单曾引起争议 很多人认为书法家因为品格而被拒绝是有偏见的 他是郑孝须 郑孝须自苏勘 好海藏 清咸丰十年前出生于苏州 祖籍是福建敏侯南政村 报读诗书 书画俱佳 和解缘于光绪八年 三年后投奔李鸿章 担任幕僚 此后先后在清朝和中华民国中担任重要职务 然而 后来不顾民族大义 在维满洲国担任高官 并与日本签订日满一定书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郑孝须的书法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 每个城市都有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这四个大字是郑孝须写的 当时出价是每个字一千大洋 交通银行欣然接受 郑孝须重体皆能 楷行 草 转 立无所不惊 是一位书法级大乘者 郑孝须与沈增值有情颇深 亦受其影响 他远学泰山时刻 汉立诸碑 尽则西取邓时如 何少奇 张玉昭 康有卫等人笔法 郑孝须即位推崇北碑 并主张因凯丽相参 这是受到送四家之一菜香的影响 蔡评价 易和明是随人凯丽相参之作 但是他对贴学 尤其是敬堂书法评价并不高 也被称为碑式敬堂革折 他认为广阁体的乏上可乘 千篇一律 可以追溯到唐代 哪怕是对蓝婷序笔法的深究 他也认为应当从历草角度去看 因为唐人魔本已经有了唐代书法的风格 与原作不一样了 通过阐明郑孝须对悲帖的态度和崇汉一堂的主张 大家也就明白为什么他的书法会有明显的乙桌弄巧和刀劈腐杂的处理了 郑孝须凯书也吸收欧阳荀的兽印钢剑与颜真轻的宽薄大气 但体势更未开张 用笔挥斥 不拘细节 在横画的顿收 那画收笔上条中能看到对立法的保留 郑孝须的传书 徐法里斯和李扬斌 有秦传的圆境均匀 也有唐传的谢润颜美 并融入邓时如传书的方圆护用 鼓励坚韧 能自成一家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